今日的依次国股推荐是中交件1800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减选原因 就是内地疫情反复 中央为稳定经济 预料加强基建投资法力 民生证券说今年一季度的基建投资增速 会显着高过季节性增速 中性预测的增速可能达到一成 股份可以留意基建股中交件 中交件在手的订单储备充足 截至2021年6月底为止 公司在执行美元供合同金额 近29,800多亿人民币 充足的合约订单 为公司未来的盈利表现带来保障 策略上未有持货的话 建议在4.2附近收集 中市目标5.4跌穿3.9就减持